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HKC新发布的神盾系列产品MG25X 它采用了快有达360盒的原装模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MG25X采用了紫色的彩皮包装设计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份说明书和一份保修卡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林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载卡紧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外观 正面采用了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边的中央位置是HKC的logo 底座采用了六边形的设计 不太占桌面的空间,这点可以好评 我们来看一下机身背面 中央位置做了一个红色的多边形点缀 左下角有一枚五项摇杆按键 整体的设计是比较简洁的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30度左右的水平旋转 以及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式阻力感随时中等偏上的水平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没有配备USB HUB接口 整体的接口丰富度表现是一般的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屏幕中央会出现HKC的logo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以后的低转感受 它整体的色彩是偏素的 通过一切测试,SGP容积达到了109% PPI为8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一般 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在RGB垂直条状排列 指向素形态是长方形 2.11菜单方面 它采用了红黑配色的风格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一切测试 默认出场为6950K 菜单中的大部分模式色温都在6900K左右 护眼和电子书模式为4900K 而FPS模式则为7800K 色域空间方面 它默认是SGB 菜单中还提供了P3和Adobe的两种模式 通过一切测试 SGB的色域覆盖为99.5% 平均色域1.35% 最大色域4.09% 偏差较大的部分主要是蓝色的溢出 P3色域覆盖为80.6% 平均色域2.63% 最大色域4.85% 偏差较大的部分是红色和绿色覆盖不足 Adobe色域覆盖为77.9% 平均色域3.95% 最大色域10.29% 偏差较大的部分主要由于面板本身绿色覆盖不足 这里我们说明一下 以往我们测试的友达3.0的面板 实质上原生是99%的SGB的面板 因此你会看到HKC即使强行做了色域裁切 但由于面板本身三色纯度不足 导致P3和Adobe色域覆盖和色准相对偏差 亮度对比度方面 出厂默认为313L 手动调节最大亮度为416L 静态对比度实测为1336比1 这样的表现在iPS中属于比较优秀的水平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3x3D ISO图像 中间蓝色部分超过了400L 周围圈绿色在350L到400L之间 边缘浅绿部分则在300L到35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7.32% 表现是一般的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634K到7349K之间波动 紫色区域为6700K左右 四角的位置接近7300K 整体色温均度表现一般 切换到全屏黑场 它的亮度在0.2到0.5L之间 右下角有一处漏光峰值在0.45L左右 整体漏光的控制属于是不错的水平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呈现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视角对比度呈现IPS典型的十字型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是它的最佳视角 对比度超过了1000比 最佳的水平视角超过了20度 但垂直视角表现相对较差 两角超过10度 对比度会下降到1000以下 整体视角表现在IPS机型中 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频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属于是常规的白光LED 蓝光波峰在453纳米 高轮短波蓝光占比17.2% 相对偏高 不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支持到1080P 360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0的规格 不支持F225协议 也就是18GB的带宽 连接PC最高可以支持到1080P 240Hz 8bit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s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1080P 120Hz的游戏内容 但不支持SDR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1080P 60Hz和120Hz的游戏内容 但不支持VRR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到1080P 240Hz 支持SDR 但不支持High DPI 使用Type-C转DP连接 可以支持到1080P 50Hz到2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 但同样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X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Display SDR400的认证 通过滚动球的测试 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制 XDR模式 只有默认一种 实测峰值亮度达到了461L 表现不错 EUTF曲线方面 它在20%到60%的灰接处 和标准的PQ完全贴合 从60%的灰接开始 偏离PQ做滚降的处理 并且在70%的灰接部分做了拐点 在保留更多的亮部细节的同时 尽可能拉高了画面的亮度 这样的处理 和我们以往测试的 英伟达居胜格芯片的 显示器的调校是接近的 另外 由于测入式IPS暗场亮度 无法降至0 所以做了一定的黑位裁切 去掉了0.4L以下的暗部画面 XDR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 生成尾射图 太阳核心亮度 最高达到了436L 这样的调校 相比我们之前测试的 HKC PG27P5U 要好上不少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不错 但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 相对一般 在天空等渐变的场景下 色阶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HDR游戏体验 画面整体观感亮度 和色彩还原表现都不错 但暗部细节表现 则相对一般 有优化的空间 总体来看 MG25X暗部细节表现一般 但EOTF调校比较优秀 拥有不错的色彩还原 和高光细节 整体HDR效果 在HDR400的机型中 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游戏禁忌体验方面 MG25X原生支持360Hz 在实际的测试中 36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有三档速度可调 分别为普通 快速和急速 实际用仪器测试 普通模式6.38毫秒 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 快速模式4.15毫秒 平均过充1.63% 最大过充19.26%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急速模式3.57毫秒 平均过充8.73% 最大过充67.9% 肉眼可以看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4.15毫秒的成绩 作为它的最快可用响应时间 这个表现 在快速液晶中 实施第一梯队的水平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在它最佳的OD档位下 BT为4.24毫秒 排名运动清晰度天地榜第六名 领先2K300Hz的 XG27AQMR 实际在UFO运动清晰度的测试中 飞碟本体的清晰度表现是不错的 托尾的控制 也要优于我们上期测试的500Hz AW2524H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4个准性样式 只有红色一种颜色 准性的样式偏大 略微遮挡视野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上下各10G调节 调到最高之后提升明显 并且没有出现明显的发挥现象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地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由驱动板和面板本体组成 驱动板固定在背板上 在靠近背板的一端 有金属屏蔽罩进行保护 主控芯片 是联发科的MT9800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2K240Hz的VG273QK 是同款主控 接着我们再看它的面板 形容为M270HAN03.0 这是一块 有达FEST IPS原装模组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360Hz横屏中测试过的华硕PG259KNR 微星NXG253属于是同款面板 24.5英寸 1080P 原生360Hz 5毫秒的响应 原生8bit的射身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和机身用料相对是一般的 但它采用了一块优秀的 有达360Hz原装模组 这点是很出色的 接着我们来看MG25S的 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09%的SGB容积 涉及天体板排名120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412L 亮度天体板排名第54名 表现不错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336比1 对比度天体板排名第33名 高出IPS标称的1000比1的水平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仪的测试 它的可视角度表现中等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2.8% 均匀度天体板排名第58名 表现中等 SDR单度测试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461L SDR亮度天体板排名第68名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271比1 SDR静态对比度天体板排名第36名 相比SDR有一定的负优化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MG25H最快的灰阶响应为4.15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体板排名第20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在它的最佳OD档位下 BT为4.24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板第6名 领先2K300Hz的XG27AQMR 好了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的人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配备了友达3.0原装模组 原生360Hz 实际测试 无论是灰阶响应速度 还是运动轻易度表现都非常出色 2.拥有不错的HDR调校 游戏实景亮度和高光细节表现不错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内部的做工用料相对简单 没有配备USB Hub功能 2.HDR模式下的黑位裁切较多 导致暗部细节表现相对一般 3.亮度均匀度和色度均匀度表现相对一般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MG25H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上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